在整个团队的运作里面 要如何的彻底去发挥 就牵扯到说 我们对于一个中层或者是中高层的 应该具有的胜任力模型 有彻底的理解 一个好的管理者 他在于目标的设定 目标的分解 跟相关计划的准备来匹配目标 甚至要去感受到他的阶段性战略 把这些目标和要预计完成的事 分配到组织的人员上 同时要在分配的过程里面 去做好彼此的沟通 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会理解到自己的任务 从这里面产生积极的行为 如果有落差 要跟他做一些能力的培养 如果表现得好 要不断地去刺激他 维持良好的动机 要会负能 所以也因为模拟实战的这样的现象 对于我们每一回合 就是每一个季度的业绩 就不断地去解决问题 也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也做好一个良性的管理循环 去向上 所以在整个模拟实战里面的话 还让所有的很多研究报告 这很清楚地去表明一个什么 很表明一个职业经理人最重要的 就是时间管理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去完成最重要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